欢迎来到我们的汽车简报节目 今天我们带来了一些引人注目的新闻 首先,有人提出了一个幽默的观点 认为机场的可伸缩隔离带可以成为减肥心法 这样的想法让人忍俊不禁 或许我们可以在公共场所推行这样的健身方式 接下来,我们将目光转向科技界 随着万圣节的临近 硅谷的主要科技公司即将发布财报 投资者们都在期待这些公司在人工智慧上的大手笔投资 是否能带来可观的回报 这一季的财报将揭示许多公司的经营状况 让我们拭目以待 最后,我们来聊聊美国和中国在理资源上的竞争 美国政府批准了内华达州的理矿项目 这是60年来的首次 旨在建立独立于中国的电动车供应链 不过,这一决策却遭到了环保人士的强烈反对 让这个项目充满争议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Telegraph报道指出 随着Ozenpeak等减肥药物的流行 许多人都在寻找快速减重的解决方案 然而,作者认为机场的可伸缩隔离带才是更简单 便宜且没有副作用的减肥方法 机场的排队系统迫使乘客在空荡荡的地毯上走动 甚至可能成为一种强迫锻炼 作者调侃道 如果这些隔离带可以在公共场所普及 或许会迫使人们多走路 从而帮助他们减轻体重 尤其是在快餐店外 CNN则聚焦于硅谷科技巨头们即将公布的人工智能投资回报情况 随着展示收益的季度到来 谷歌、微软、Meta等公司将在万胜杰州报告财报 投资者期待看到这些巨额投资是否真正带来了利润 特斯拉在财报中意外表现出色 推动股价上涨 给接下来的财报季带来积极信号 然而市场对即将到来的美联储会议和即将到来的总统选举感到紧张 这无疑给投资者带来了更多压力 Nike Asia报道了美国与中国在理资源争夺战中的最新进展 拜登政府批准了美国60年来的首个铝矿项目 旨在减少对中国的依赖 位于内华达州的Ryolite Ridge矿预计在2028年开始生产 年产里碳酸盐22000吨 足够供应37万辆电动车 尽管该项目获得了支持 但也遭到环保活动人士的反对 认为其会危害宾威植物的生存 尽管面临争议 项目负责人对其未来持乐观态度 认为两党对发展关键矿产供应链的支持将持续 卫报报道 杰里米·克拉克森在经历了紧急心脏手术后 谈到了他必须适应的新生活方式 克拉克森在接受手术后被植入了两个支架 以改善心脏的血流 他表示 虽然手术本身并没有让他感到畏惧 但必须戒酒 锻炼和保持健康饮食的前景 令他感到恐惧 他在《太阳报》的专栏中写道 参加聚会时 只能在角落里喝一些无酒精的饮料 晚上9点30分就得回家 这让他觉得可怕 此外 他还必须戒掉红肉 薯条 黄油和巧克力等美食 这让他感到生活变得可怕 尽管如此 克拉克森意识到 心脏手术让他希望能多活一些时间 看到孙子们长大 BBC报道 一名司机在一次假警车抢劫中受了重伤 他在高速公路发生碰撞后 被一辆假警车引导到路边停车 随后遭到一群男子的袭击 导致下巴和眼眶骨折 事件发生在M40高速公路的一个交叉口 受害者在停车后被抢走了手机 钱包和钥匙 警方对此表示强烈谴责 强调假冒警察是不可容忍的犯罪行为 并呼吁目击者提供信息 受害者虽然受到了严重伤害 但已经出院 警方正在调查此案 电讯报报道 一位名叫WP的读者在父亲去世后 试图取消他父亲在Sainsbury's的汽车保险 但遭遇了重重困难 尽管他提供了父亲的死亡证明 保险公司仍未及时处理取消请求 反而将保单转为 以他父亲遗嘱执行人的名义继续生效 WP感到非常不满 因为他甚至不再拥有那辆车 保险费依然按日计算 经过电讯报的介入 Sainsbury's最终取消了保单 并退还了多收的费用 还给予了WP200英镑的补偿 Sainsbury's对此事件表示歉意 并承诺改进服务 以避免类似情况再次发生 多伦多星报报道 2024款斯巴鲁Soul Terra 是该品牌首款电动汽车 结合了与丰田的合作 展现了令人兴奋的电动驾驶体验 新款Soul Terra 在充电速度上有了显著提升 从10%充至80%仅需35分钟 且可在24小时内使用快充4次 内饰方面 椭圆形方向盘和可调节的前排乘客座椅 提高了舒适度 安全性也得到了增强 配备了驾驶员监控摄像头 尽管动力在同类电动车中并不算强劲 但Soul Terra仍提供了顺时加速和卓越的操控性能 尤其是在泥泞或恶劣天气条件下 其全轮驱动系统表现出色 展现了斯巴鲁在越野性能上的传统优势 多轮多星报对2025款Mini Cooper S进行了评测 尽管这款车在驾驶乐趣上依然出色 但其工程设计似乎受到市场营销的影响 新款Coopers S在动力上有所提升 搭载201马力的涡轮增压发动机 但在操控性上却缺少了传统的手动变速器和换挡拨片 取而代之的是体验模式 令驾驶者失去了一部分操控乐趣 外观设计保持了经典的Mini特征 但尾灯的设计却让人感到不够忠于品牌的历史 尽管如此 内饰设计仍然充满了Mini的经典元素 提供了现代化的科技感 吸引了新一代消费者 多轮多星报还介绍了2025款大众捷达的更新 尽管这款车已经7年未大改 但起起售价仅上调了700加元 依然保持着市场的竞争力 新款捷达在外观和信息娱乐系统上有所改进 搭载的1.5升四缸发动机提供了充足的扭矩 驾驶体验依旧可靠 尽管变速箱的平顺性有所提高 但仍存在偶尔的顿挫感 捷达的后座设计虽然空间宽敞 但后座与行李箱之间的噪音隔离略显不足 整体来看 捷达凭借其数字化仪表盘和实用的现代化配置 依然是一款性价比高的紧凑型轿车 适合预算有限的消费者 BBC报道 一名68岁的女性诺拉奥哈根 在北爱尔兰地龙郡的邓甘农 发生的两车相撞事故中不幸去世 事故发生在10月16日下午4点左右 涉及一辆白色福特箱是货车 和一辆灰色奥迪A4 诺拉来自库克斯敦地区 是事故中汽车的乘客 事后被送往医院 但最终未能挽回生命 事故中 两辆车的司机也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 警方的事故调查小组 正在呼吁公众提供相关信息 以帮助查明事故经过 6度解析 今日华尔街特别节目 全世界顶尖的媒体 全世界顶尖的智库 对时局的及时报道与分析 独一无二 6度解析 随时奉献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6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 6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6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6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6度简报 6度brief.com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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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